因为一个蛋塔皮测评,我被告上了法庭 我是夏小杨,一个美食博主 在2020年10月16号的时候 我发布了一则蛋塔皮测评的视频 对四家品牌的蛋塔皮 从外观和口感进行了分析 并根据我个人的优劣进行了一个排序 当时这条视频的点赞转发评论也非常高 大家的讨论度也非常高 但是在没有任何被告知的前提下 这条视频发布不到一个星期 就被后台强制下架 当时我其实已经猜到了 应该是被商家举报了 我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 也就是在2021年7月1号这一天 我接到了法院的电话 对方说你被某某商家以网络侵权起诉了 而这个商家就是当时我 测评蛋塔皮当中排名第四的那个商家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说实话它一度让我觉得很抑郁 从7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的时间 我现在来说这个事情 心态是非常平和的 这个视频是实测 是根据我的真实分享 给大家种草和拔草 而且当时的四家蛋塔皮商家 我没有和任何一家合作 所以这个视频也谈不上 有任何的偏向性和引导性 我就是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分享给大家 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会和网络倾钱扯上关系呢 因为这次诉讼 我已经从重庆飞往安徽两次去开庭了 说实话身心疲惫 目前呢就是刚开庭回到重庆 再等法院的最终宣判 我相信法律的公正性 当然后续我还是会继续做视频 给大家带来关于美食视频的分享 我也想告诉其他的视频创作者 以后有关于商家的任何信息 尽量以谐音或者是代号 以防万一出现跟我类似的一些麻烦的事情 那关于这个案件的后续结果 等出来之后 我再和大家说